再來看一下畫面做完 這個畫面 我有把最後的完成程式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大概就照著做了 因為我想程式 這個應該不用了 反正自己在這邊把這個畫面做出來 這邊總共會有三個部分的東西 你就自己在這邊做一下 另外的話,可能要注意幾件事 就是它的ID 最重要就是將來我們會用那個ID去抓資料 這個ID,編號就是ID 這個是Name 這是H 然後分別這個的話就是insert 這個的話就是query 這個就是recodeList 名稱不要打錯 因為等一下我的程式就是用這個當程式 我們將來 所以query 其實query 我覺得它的名稱取得很好 query就是找什麼 找上面的名稱幫你做什麼事 所以query 有點像這個味道 你會發現它那個找什麼做什麼事就對了 有點像反正方便 就找到你要的東西 好 再來的話呢,我們要做什麼呢? 基本上程式的撰寫 程式撰寫哪些重點 第一個當然你要寫在哪裡 不外乎就是寫在head上面 所以你就找到那個我們的head 斜線head上面 然後呢,一樣打一個script開頭 script結尾 那裡面做什麼呢? 就是第一個 我們要先做一個 這個這個create一個database的動作 在哪邊做? 在那個 當那個query 當它什麼? 後面其實有document.ready 反正就是當它啟動的時候 當它準備好的時候 當這個網頁被載入的時候 同時呢 也幫我建一個資料庫 那建資料庫的比如說 它會產生一個db 這個db實際上就是資料庫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裡面 當然後面我剛剛講過了 你可以加一個windows點 或者不加windows點 其實都可以 你就打一個open database 對它被死 這裡面的話只有d是大寫 其他都小寫 那裡面的話 當然就是它的名稱 它的版本 它被看到的名稱 這個當然 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都可以省略沒關係 其實你不打東西 它好像只要 我記得好像這個名稱一定要 最後這個也要 這兩個好像沒有空 空下來都沒關係 不見得一定要給它資料 我這邊是給版本 給一個cordov OK 那這個時候 它就幫我建立一個什麼 一個資料庫了 那它實體存在哪裡 實際上就存在那個 有沒有 我們的app的根目底下 那上個禮拜堂 最後同學問說 那我怎麼可以找得到 那個.db的檔案 我發現在4.3的版本以前 它安全性很差 所以它可以直接透過 USB連線到手機 可以把.db抓回來 可是之後 4.3以後 那這個權限 那這個權限 因為Google知道說 這個是一個漏洞 因為4.3以前 我發現 甚至你手機裡面的通聯紀錄 FB的對話紀錄 因為它都是一個資料庫 所以你只要把.db的資料 全部都撈回來 你再用那個 你再用那個 Sickel的那個 Sickel Lite的 一個 database的 browser 打開來 裡面的所有的通聯紀錄 通通一覽無遺 因為我以前 我有試著把那個.db的東西打開 真的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樣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嗎 如果有人 他就把你的手機插上他的USB 去抓取你手機裡面所有.db 那不就你的所有隱私 全部都被看光光了嗎 所以他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就之後 我發現好像4.3以後的版本 你就沒辦法了 他就把.db所有的安全性都鎖起來 不過如果你用Rootzer的權限 應該還是可以看到 所以你的手機必須要是 那個管理者的權限 才可以看到裡面的檔案 不過我們至少知道 他是.db就可以了 所以變成說你要變成說 要用那個程式 如果用程式的話 變成你要把它全部都query 就全部查回來 查回來之後再output 看你要output什麼東西 也許你是輸出 比如說你可以輸出成一個文字檔 或者可以把它 輸出到任何一個地方去就對了 是可以辦不到 但是如果你要直接把那個檔案 直接讀取可能會有問題 比如說輸出成一個文字檔 從文字檔之類的 這是比較簡單的事情 所以這樣.db不能在SD卡執行嗎 不是不能執行 因為要把它鎖起來 對 把它鎖起來 因為安全性的顧慮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大概就是幾個動作 那我要去產生 所以這個db產生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就是說 已經有產生一個資料庫 而且在根木屋底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 當那個被insert的時候 比如說當我這個新增的功能 被點擊的時候 那我會觸發一個click 當然我們可以用by字 或者是點click 這個方法 那會執行底下的這一個 底下的這一個動作 就是說呢 我一樣去建一個那個資料庫 然後呢 translation裡面的話 就insert那個db 這個db裡面的話當然 不外乎錯誤或成功 然後大概有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insert insert的話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function 裡面的話呢 那基本上我就一樣去取得什麼 因為我要insert into到資料庫裡面 所以呢 第一件是我需要什麼 去抓取這個上面的資料 這三個 那我剛剛講過 這三個的話 它的名稱分別是 id name跟edge 那用這個query方式 前面有個前的符號碼 去query找到什麼呢 找到這個這三個東西 再來的話呢 用tx 因為translation裡面會傳入一個ts translation物件 那我可以利用它的一個方法 叫sqsql 去做什麼呢 insert into到有一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裡面的話呢 就是叫user 那這個user裡面呢 我傳三個欄位 這三個欄位名稱 那做什麼事呢 分別values 這個values就後面的資料呢 那我就分別從這裡面去抓 抓什麼呢 抓它的池 分別把它塞到裡面去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前面一定有單引號 這個上面都有單 前面都有單引號 id有單引號 然後呢 name的部分呢 前後都有單引號 這邊也有單引號 表示說呢 我鍵的時候 它這個地方 是一個文字形態 文字形態 然後就可以什麼 如果當成功的話 它就告訴我 已經新增一筆成功了 再來就是 有關查詢部分 如果我按下查詢 按下查詢的話 當我click它 它的名稱叫query 如果呢 我query它的話呢 那這個地方呢 當然喔 我們可以執行 那個query的部分 是在底下 底下會有個query的這個程式 那我這個地方呢 就當click它的話 那我就執行queryDB 這一段 這個方法 一樣是用那個translation 的物件 去執行一個seql seql 不外乎查詢的話 就slate 有沒有 所有的 這個start 是欄位 所有欄位裡面 方這個user的資料表 那如果成功的話 做什麼事 queryAssist 就是底下這一段 如果錯誤的話呢 那就會出現error的db 所以會 底下會有兩段 這一段是成功 這一段是失敗 的那個韓式 那裡面的話 當然就是說 如果成功的話 那我傳進來 我就分別把 它會傳一個relaus 這個relaus 就是說 我查詢出來的東西 它放在這裡 然後呢一個一個把它抓出來 那 我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 我先宣告一個變數 len 就是 總共呢 這個資料 表裡面呢 總共會有幾筆記錄 那我怎麼知道 總共有幾筆記錄 我可以從relaus 裡面的.ros .ros裡面有個屬性 叫legs 然後我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其他 其他的語言裡面 有這個recall count 總共幾個 不過它這個是legs 那我就可以知道 裡面有幾筆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把那個recall list 這什麼呢 這個就底下這邊 不是有一個什麼 我們剛剛不是有ul 有沒有 把它改成那個 data.ros 叫做什麼呢 list view 清單有沒有 我先做什麼 empty 這empty意思就是把它清空的意思 怕說裡面本來有東西 再來就是 for i 從0 一直到什麼 最後一筆 等於是0 123 一直讀 然後呢 分別把資料 加一個li 應該還記得吧 剛剛不是我們插入一個項目符號 它會有個li開頭 然後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呢 分別就是id先讀出來 然後再串接一個什麼 減的符號 有沒有 剛剛不是有看到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再串接名字 再一個減的符號 再一個它的h 它的年齡 最後記得 再串接什麼 斜線li 有沒有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我想最難的地方應該在這裡 就查詢的時候如何串接 然後自動怎麼樣呢 去更新這個list view 清單 這個其實未來會用到很多 比如說你從開放資料 網路上撈資料有沒有 撈下來之後呢 你要直接在手機上顯示的話 那就是你要去動態怎麼樣 去更新 欸 上禮拜有講有沒有 我們就是 把它抓下來之後嘛 那你那個 總不可能你給它一個陽春 一個這樣子的 你最好是給它放在list view 那怎麼放list view 特別注意喔 記得就是說先清空 所以這個先清空 然後呢 再來就是跑那個回圈 回圈裡面呢 我們會需要一個 欸這個變數 var一個stream 這個str 就是我要把這些字 通通串在一起 最後再一次呢 怎麼樣呢 丟給那個什麼呢 這個 recall list 它裡面點list view 點list view有沒有 就最後記得 append 跟這樣 這邊是一個append append的是什麼呢 顧名思義嘛 寫在後面 append 就是一直把它塞到後面去 把這個字串呢 塞塞塞塞塞塞塞 那最後呢 再利用那個refresh 更新 那你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所以 這個地方 這裡 這一題可能最難的地方 就在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們來試一下 比如說我剛剛一樣 001嘛 那這邊的話 就AAA 年齡的話 就是18歲 新增 那大家簡單 新增個兩筆 這個19歲 好兩筆 新增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執行新增 是insert into 那三個東西 已經丟到 那個一個table 叫user 然後呢 再來什麼 查詢 就剛剛那個動作 它會先怎麼樣 先把那個 我們按查詢的話 它會先把 這個清單裡面的東西 先清空 就是在thisview裡面的東西清空 然後呢 再全部把它查出來 OK 各位可以看到 id 1- 然後name 1-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那個 就是 它的edge 它的年紀 那最後一定會是結束 因為它這個是 前面是一個li OK 然後資料 1- 資料1- 最後的話呢 會是一個斜線li li 結束 然後再換下一個 又是一個li 那第二筆資料 最後就是斜線li 反正如果你有很多筆 它就一直往下就對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滿重要的 那請各位 試著做做看好了 那因為這個程式比較融長 你們先試試看 因為等一下 我再看一下程式 然後呢 把它就是 看在貼到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然後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你們先試著做做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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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